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 慈濟志工善用这项工具 搭载着爱与关怀走进澎湖监狱 师兄师姐协助我们本间 已经有两年多的读书会 那么帮助我们这边的同学 他们对心灵的一个进化 而且对于他们未来生活 出间以后的各种发展 都有很多正面的一个启示 在读书会当中 我们是以慈濟业刊来代读 所以他认识了很多 我们慈濟每个业手做的事情 我们回过头去想 2019年慈濟大藏经 触动更多心灵 慎念慎行萌心芽 我在想说我将来加入 甲氏出业后 我能够去当志工去帮助别人 这个也就是慈濟给我 对给我的感受 也是给我的感动 其中有一样让我非常压抑就是 没想到慈濟团体 竟然捐赠给俄瓜多这个国家 他一个教堂 其实我们在这个高墙里面 最渴望的就是这种精神的引导 那谢谢慈濟的师兄师姐 带给我们这面正向的能量 在祈祷中 澎湖监狱展展新灯 一一点亮 慈濟人同声祝福受刑人 坚定反黑归白的方向 白新闻知识美职工邓宝珠 叶秋良 澎湖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